挑战半个小时开发一款游戏 我能成功吗 借助AI我要开发一个打砖块的游戏 先把图片发给AI 并告诉他游戏的简单要求 很快他写好了全部代码 运行后实现了游戏的基本功能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 砖块宽度没有充满屏幕 接下来需要优化一下 先调整样式 游戏的界面需要和图片相同 再优化游戏性能 现在这个游戏可以完美运行了 接下来增加游戏分数和生命系统 一个砖块的分数为10分 现在游戏像点样子了 要优化游戏界面和游戏体验 增加游戏开始菜单和结束时的画面 显示分数和重新开始按钮 让它可以进行多次游戏 现在游戏结束后 按回车键就可以再次开启游戏了 下面再增加一下游戏的趣味性 增加不同类型的砖块 某些砖块需要多次打击才能消除 再增加多球和道具模式 某些砖块被击中后会释放额外的球 还有桨变大 球速度减慢等道具 现在这个游戏有点好玩了 接下来再优化一下UI 打击砖块出现音效 再增加一个背景图片 现在这个游戏就变得有声有色了 为了鼓励玩家通过游戏 那必须要设置一个奖励呀 不然谁玩啊 如果你把所有的砖块都打掉以后 电脑屏幕会全屏播放一个美女跳舞视频来鼓励你 但是如果你不擅长游戏 也想看奖励视频怎么办 那我就贴心的设计一个游戏后门 按下快捷键Z 不用玩游戏 直接看奖励视频 我这么贴心 有点点关注吗 我会把这个我和AI一起开发的游戏放到搭把网上 感兴趣的就去下载吧 点个关注快人一步